16人前的动画至今还拥有9.4的超高评价 一部如此粗重的动画却已成过去 背后的制作组早已破产倒闭 今天我们继续看看这家闯造多部辉煌神作的动画公司的开山神作《混沌武士》 上期说到两男一女开启了寻找一位拥有向日葵寄稀的武士的旅途 可是其中一位男子吴焕却被昔日的伙伴陷害算计 曾经在琉球岛的时候 还让吴焕跟他联绍抢劫船只为了离开琉球 男儿进行第一次合作时孩就陷害了吴焕 吴焕因此要被官府掐杀时从悬崖跳楼大海自立逃生 这次孩再次陷害了吴焕 因为他想和御用船里的奸细试炼独吞金子 小作用为吴焕报仇之名请人帮忙 能跟着他去杀了孩 男儿杀完孩才知道小作和试炼才是串通好要独吞金子的人 并且小作早就逃出了孩的手掌心了 而事实的结果就是吴焕没死被疯救了回去 吴焕知道实情后拖了半死不惨的身体杀了试炼 由于练习救情吴焕放过了小作 之后风三人继续出发去了大阪 三人在顶尖钓鱼 人钓不到鱼却在河边捡到一筐的江户金币 三人发财了 风立马去镇里吃成了胖子 吴焕和人则出手过错的去了青楼 叫了几个花魁 其中只有个叫巴叶的女人是个美女 男儿巴叶并不是花魁 而是潜藏在这家青楼的朝廷密探 这家青楼私下其实是伪造金币的组织 且是残留的战国石的佣兵团 是跟来众的后裔 能捡到的金币也是来自这个组织 三天后要交的货 所以人三人已经被组织盈上了 巴叶得知自己的同伴半级被组织给抓到了 着急了他想要救半级 在发现吴焕的功夫很强后 于是四游他将组织的一些人给打倒了 所以巴叶又带着吴焕直接出了组织的脑巢 虽然组织的人是跟来众的后裔实力很强 但是在吴焕他们这里就跟打宝宝一样 这个组织被他两脚了 巴叶也要回江湖交差 虽然就此别过 但是巴叶已经迷上了吴焕这个超man的男人 大姐 他可是去青楼找妞啊 你应该考虑一下少年这种专业的男人啊 很快三男人去到西部地区 继续寻找有香热窥气息的武士 途经一座山 听说有可怕的东西出没 结果吴焕和风在山脚下吵架了 三男就此分到扬镳 夜晚风在山里摔到了 滚到了悬崖边 最终他不住藤蔓掉到了悬崖下的江里了 人则遇见了前他刺杀他的无心驻见到的同门雪丸 雪丸对他来说就像是弟弟一样 可雪丸却想杀了人一战成名 男人却不想杀他 反而直接跳下了瀑布 因为他看见了风的鞋子落在河里 风最终被旅行者欧库弩给救了 欧库弩的村人因为流行性疾病全死了 他自因为杀了藩氏而被松前藩的官差追杀着 松前藩的官差把吴焕错人成了欧库弩 一番打斗后才发现打错人了 官差告诉吴焕说 欧库弩是个杀了企业村民和藩氏的藩雷 可事实的真相是藩氏把村男兵带到了村庄 还烧了全村人 人在早到风时雪丸也醉来了 雪丸执意要战 人无奈只要杀了他也算是一种成全 而再见到欧库弩功夫了得 所以吴焕想跟他打一架 结果松前藩的人来了 欧库弩厌倦地逃亡选择了投降 他太累了 也不想再解释什么了 反正真相对于别人来说根本就不重要 最后他被熊熊烈火包围着跳下了悬崖 不知不觉 风三人已经像亲男一般了 他们再次踏上了去长崎的旅途 有一天 风三人在一家饭馆吃饭时 风才得知无患不识字 这当一旁崇拜文字的老师 文大听见了 立马想教他认字 在学会文字后的无患立刻到处炫耀 冷学武士的内心 也挽露孩童一般天真的时刻 很快风三人继续出发 他们来到天主教徒的藏居之地 期间他们救了一个修女百合 百合看到风的武士刀上挂着骷髅头 告诉他这是引顿天主教徒的故乡 生月岛流传下来的护身符 生月岛本来是天主教徒的藏身之所 后来被摧毁以后踩到了此地 风问他是否有相对鬼武士的信息 百合说也许是霞青藏先生 家里月三世假冒天主教神父 获得这些天主教徒的信任 其实只是利用神的名义 让这些教徒帮他制造枪支来赚钱 三世看上了百合 派人把百合给抓回去 为了救百合 风三人却有天主教徒的尊庄 在三世要给百合戴上戒指的时候 风改来劝百合不要委屈求全 在风的言语激励下 他鼓起勇气说出了三世的真面目 可是这里是三世的主场 不会有人信恶人的话 谁知在人后悟患的出场捣乱 三世的假鼻子等其他伪装都掉了下来 还被自己制造的枪走火杀死了 这个经验骗局以这样荒诞的形式彻底终结 后来风三人在一酒家与清高的古女沙罗相识 无关帮沙罗打跑来骚扰他的人 儿子性命足威胁让沙罗刺杀人和无患 随后沙罗以他出住宿费为条件 请求跟风三人同行 于是就开始沙罗卖一赚钱 无患和人做保镖的生活 沙罗称自己丈夫去世 唯一的儿子要被他送人 现在沙罗想要去见见儿子 于是他请求风能让无患人中的一个陪他去 最终风还能送走人 和风他们分开后沙罗立马出手 他在桥上重伤了人危机关头 人砍断了吊桥掉到河里去了 可在第二天 风和无患在河边找到了沙罗 但却没有找到人 沙罗并没有对风说实情 而是单独找无患决斗 无患也打不过沙罗 在沙罗要杀了无患时 风闻声赶来 他一把抱住了无患 沙罗这才手下留情离开了 重伤了人顺着河流漂泊 被隐居山林的公本五藏给救了 公本五藏给他抓鱼吃的时候 教会了他不影响水流 顺着自己身体的感觉来抓鱼的办法 这个方法启发了人 让他手以肥浅 虚多的人回到风他们那 谁知夜晚沙罗再次来刺杀 无患置身附险 但沙罗并没有杀无患 而是故意输了 因为他终于愿意相信 自己那被控制的儿子已经死了 他只不过是被对方摆布的提现能偶 很快 风三能继续上路 在一座森林里 他发现了长了遍地的香菇 这是很值钱的东西 可是被饥饿的无患人直接给吃光了 三能又不小心掉进了三洞里 这个巨大的三洞是自认为平家后代的众 在挖去传说中流传的平家宝藏 众用未来能挖出宝藏的一程味交易 请人三能往往一起挖矿 因为众提供了食素 所以他们立马同意了 拿来提供的食物只有芥菜 是一种有杀菌和仿佛效果的菜 这里有人也很奇怪 有个手臂被砍也能借回去 而且他们讨论的事情 竟然都是五百年前的事 风越来越觉得这些功能奇怪 他们就像行尸走路一样 手臂都腐烂掉了 还在工作 当夜风在一片墓地 发现了众的神无素 而墓地里的死人都复活成了活死人 原来他们都是在此挖了五百年的活死人 风害怕地逃走 可是众带着一群丧尸前来 想把风三能灭口 这些活死人怎么也打不死 风他们绝望时 谁知人拿着平家家谱出来 告诉了众 众其实不是平家后代的真相 众崩溃了 他这些年代坚持的事 都是错误的 在第二日 一颗陨石便炸毁了子弟 之后风三能去了一家店 无患自信满满地点了太多食物 结果是吃霸王餐 风和人跑得不够快都被抓了 希望棒球的隐王看见了吴焕的力量 想起他们三跟他一起参加 与美国老的棒球比赛 这场比赛关乎之多岛的命运 条件是帮他们复饭前 三能被迫同意了 赛赛人员不够 所以隐王他们拉上了一只狗 和80岁的村长一起上场 第一轮 村长直接是还没上场 就闪着了腰 第二轮 美国老卑鄙地暗算他们 年轮也被打趴下了 最终只剩了吴焕一打九 可是吴焕力大无穷 他用发球打倒了九个 神奇的赢了比赛 美国老劲子 落魂和逃 而在此时 另一处地方有个叫义无锦时的剑神 他听说沙罗被杀了以后 就有了拔刀的兴趣 主动向幕府警英去找吴焕他们 然后除了他 还有三个很凶长的人在追杀吴焕 这三兄弟曾经是被吴焕挟持过了人 因为吴焕 三兄弟也被官府追杀 其中一个人被吴焕打成残疾 现在风三人在翻一座岛就要到深月岛了 因为这场旅行可能要结束了 感受离别痛苦的风自己搭船去了深月岛 告别县里他让人和吴焕不要再自相残杀 风去了深月岛 男和深月岛的人对于他问的霞青霞都必吃不及 他们存在这些因为天主教徒而被烧得破败不堪 霞青霞是被异国宗教新食的重刑犯 致使九州血流成河是幕府最想消灭的第一人 所以风三人寻找霞青霞就是在自寻死路 义无找到了吴焕和人 而独自去深月岛的风被那三兄弟给挟持了 无奈吴焕只好去救风能单独对战义乌 原来当初的吴助星剑道私下 则适封义乌的暗杀集团 在人知道这件事后无法认同这样的事 于是义乌就让人的师父司当杀了人 司当却刺杀了那天夜晚 能措手就杀了师父 因此人就背负了杀尸的罪名 义乌的剑术毫无破绽可言 能有一丝夜红的误差就会死 两人生死就在一朝之内 最后义乌重伤了人随后便自信离开 只因为他认为人已死 而另一边的三兄弟也出手了 桓莫奥先对吴焕出手 可却被吴焕打死 独眼挟持了风会有救风 吴焕用自己的剑换了风的命 风逃走了 吴焕被独眼残虐 在被打成重伤后 他拼死拿回剑才得以反击 最终吴焕杀了独眼 男后吴焕中了三兄弟中残疾的暗算 残疾的那位兄弟想要炸药 让自己和吴焕同归于尽 而此时的风捡到病重 而奄奄一息的侠倾侠侠 却无法对自己父亲生气 就在这时 义乌也来了 他杀了侠倾症 男后也要杀了风 再紧要关头 人赶了过来 他故意让自己被义乌刺中 然后趁机杀了义乌 吴焕和伦都身负重伤 但是都捡回了一条命 吴焕一直以来都想达到 比自己更强的人 而伦也一直在孤独的旅行 不知道在寻找什么 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 吴焕不想杀了人 这个伙伴了 人也知道自己寻找的 其实就是伙伴 最后三人分道扬镳 继续绿星 但三人心中并不孤独 因为他们相信 终有一天会再见的 这个故事的背景 是在五十阶级 开始没落的时期 为了迎合影四年的观众 而加入了一些 现代的起居元素 混沌五十这部作品的成功 在于对三个 组绝的心理成长和羁绊心生 人生能有这样的伙伴 别提有多么幸运 在讲述羁绊的同时 还讲述了在江湖时代的 种种人世冷暖 可是怎么出色的动画 为何背后的制片公司 吹龙破产 是后续作品不够出色吗 并不 随便拿出几部作品 都是你听过看过的 黑街 只有神知道了世界 开战制作便是 今天所讲的混沌武士 但是播出的时机 真的不好 在那年代 你作品疼破 也不代表可以赚到钱 毕竟那时候可是倒摆横行 有人还直接在读边 摆着倒摆影碟返卖 早点想要取得成功 或许制作清凉影片 就能得到观众联合 但很快 这个时代就被卖肉操作 给彻底霸占 一对无脑爽翻 充斥着各大网站 和那些用心制作的动画音部 符合时代的元素 而受众极少 一家动画公司 不可能每一部作品 都得到观众的大压好评 在一部好作品 没有得到足够收益的时候 那么下一部作品 就是充满危机 于是这家动画公司 坚持了好一段时间 最后还是无奈宣布破产 毕竟不是任何公司 都很像骨头社这样去浪 但是人家呢 是有资本的 毕竟据说 他们有一个部门 是专门做商业动画 再怎么了 都得先活下去 谁知道观众今天喜欢的 是无脑卖弄 明天会不会就喜欢 不作妖的纯爱动画 我是少年 有位明年又可爱的 九七年男孩 如果您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 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